多来宫里走走对你有好处 连这个我都没看到 是不是他 我听公公说 刘公子穿着蓝色的衣服 是他 他就是刘公子 我们一计行事 走 麻烦让让 麻烦让让 你们是干什么的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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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啊 什么东西啊 什么味啊这是 这是 布的洗 洗浇水 对 我们公主知道了这件事 特意让小人 准备了热水衣服唤洗 公子请自便 你下次走路小心点 别那么冒冒失失的 好在是遇见五人 你要是遇到别人 没这么好说话 是 是 小人知道了 下去啊你 快 公子啊 你干净的衣服 我就放在外面了 知道了 出去吧 来 公主 如果只是讨厌刘公子的话 直接训斥她就好了呀 何必还要乔装打扮 这么麻烦 这样才有趣啊 很快就有好戏看了 快来看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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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拿了我的衣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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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人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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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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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她怎么出来 要是穿着女装出来 那就更好玩了 一定是那个小太监高的鬼 你 看哪 你 大胆啊你 大胆啊你 你才大胆啊 竟敢戏弄我 你跟前的龙下都这么嚣张吗 你 你快放手 看哪 否则我让乌鲁看你的头 看 让我放手可以啊 除非 我把衣服脱给我 你把人放出来 你你你敢 你敢 敢就敢 快动 你 你快敢 你 原来你也有害怕的时候啊 那行 把我衣服还给我 我就当这事没发生过 那你让开 我去拿给你 哎哎哎哎哎 哎呀 你可狡猾的小太监 还想骗我 把衣服脱给你 好了 不认输了 我去拿给你 哎哎哎哎 哎哎 你还想骗我 哎呀 来人哪 把他衣服拿进来 不用 我自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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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吧 没事 有毛病啊 这个六公子 竟敢对本公主不理 我一定要让他好看 分明是您撞弄了 这 啊 我 喂你 我叫你呢 竟然敢无视我 七月四里 喂 又是你这个太监 你烦不烦呢你 你知道我是谁吗 竟然敢对我无理啊 今天你死定了 不管你是谁呢 别以为我公主给你撑腰 那我就怕你 赶紧给我放手 要不然我对你不客气 走公主撑腰算什么 我告诉你 我就是 你是什么 你说啊 你说啊 你是什么 你 你 白痴 你 你 你 是他回来了 今天算你走运 暂且放过你 左心快走 反正也是无聊 不如我也去看看 下官一身失守 请殿下饶命 二斤你没事吧 你是何人 你好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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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危险了 不如试试皇帝的游戏吧 不如试试障碍地绑在一起 可能我也真的有多样 这就行了 怎么说话呢 那也对不舒服 谢谢哥哥 对啊 不玩是他们的损失 我们继续 今天嘛 我们要玩的就是 双人投赋 就是两人一伙 共同那件投赋 投的多的 为胜 少的 为败 输了的嘛 可是要接受大家惩罚的 开始 开始 南 南王殿下 我会好好做的 不让殿下失望 只是游戏而已 不要太忍着 葳营 葳营 你是不是那不舒服 我请茶医给你看看 不用了 我没事 多谢高阳王殿下 我真的很高兴能再见到你 你知道吗 这 卫央 我先回去了 她到底是怎么了 怎么感觉怪怪了 刚才不知殿下身份 所有得罪 还请殿下输罪 你现在一定很担心 本王会如何主治你吧 怕了吧 你可以向本王求饶的呀 不过就是一条命嘛 我李敏德虽然说不才 但是不至于贪生怕死 你还敢回应你 我本来就是这个性格 你 干嘛你 你手绑住我了 放开 明明是你拽我的 放开我 起来呀你 公主没事吧 没事 叫你哼 今天本公主非得措措你的锐气 让你在本牧主面前跪地穷饶 那个谁 你 过来 拜见殿下 免礼吧 李世伟 你说你之前对本王不敬 本王该如何处置你呢 卑职任凭殿下处置 看来你是打定主意 不向本王求饶了 好 有骨气啊 李世伟 别说本王不给你机会 你今天要是陪本王练剑 本王就既往不救 真的 你误会了 我可不是让你来练剑 你的位置 在那边 我来 射 过去 之前本王见皇兄们射离 觉得很有趣 所以本王也想试试 不过 本王的玩法是不是更有新意呢 李世伟 对了 忘了告诉你了 本王的剑术嘛 可是在众兄弟之中 最差的 你要是害怕的话 现在向我求饶 还来得及 殿下 殿下还是算了吧 李世伟看起来是不会屈服的 我就不相信 他不怕死 走开 这一事 刚才那一剑 我要是再偏一点 你可就没命了 你当真不向我求饶 你只要对我说 殿下饶命 我就放过你 殿下不是要射剑吗 我等着呢 叫你去 一剑射死你算 殿下 殿下不要 让开 殿下 在殿下的眼中 侍卫这不是人吗 侍卫的命就不是命吗 如果殿下玩够了 恕卑之不服配了 皇上驾到 拜见父皇 拜见陛下 免礼 谢陛下 殿儿 你又淘气了 殿儿哪有淘气啊 殿儿正在练习剑法呢 父皇 刚刚这个侍卫他 这个侍卫怎么了 他欺负你啊 他怎么敢欺负儿臣呢 儿臣只是想说 这个侍卫的剑术非常好 儿臣想让他教儿臣剑术 还要父皇安准 朕早就想找个人 好好地叫你骑射了 既然你有这份心 朕就准了 你 你叫什么名字 微臣李敏德 他是李尚书家的公子 即使李尚书家的 那朕就更放心了 李敏德 李敏德 在 朕现在就命你好好地教功 你这孩子 李敏德 朕就命你好好地教他骑射 不得有误 是 陛下 我 继续 殿下 别勉强了 你这哪儿是射箭呀 跟弹棉花似的 依我看 你没有射箭的天分 不如 改学别的吧 啊 我 我要是剑术厉害 还用得着你来教吗 还有 我好歹也是皇子吧 你就不能对我尊重一点吗 殿下是皇子 确实如此 可我呢 是皇子的老师 尊师重造 真是他老师 你还知道你是老师啊 有你这么凶手旁观的老师吗 我告诉你啊 我告诉你啊 你要是再这样 我就去告诉父皇 让他惩治你 不光是你 还有你的家人 也会遭无恙 怎么 好 好 我揪 我揪 把弓举起来 举啊 手臂伸直 站直喽 把弓举起来 将眼准心把心 粘成一条线 不是这样 来 听见了吗 故意拉弓 怎么了 你很热啊 我 没有 你还擦香粉 我 我哪有擦香粉 我知道你的问题出在哪儿了 什么问题 你的手臂没有力气 想学射箭 必须先得锻炼自己的臂力 怀数 想太多了 来 儿 看我 这说我 сам 拿着 转过去 站好啊 那 我拿起来 站这儿 伸直 伸直啊 这样好累啊 累啊 站一个时辰 什么 一个时辰 不良啊 我不良 那正好 那你就 去跟皇上说一声 隔出我教师一职 你是故意的 我当时练剑的时候 我就是这么练的 如果殿下受不了的话 那我也没办法 谁说我受不了啊 要是照你的方法 我的剑术还是没有尽力 我一定让父皇惩挚你 行 坐呀 手才高 腿蹲下 手伸直 我 我 我 公主 你这是怎么了 祖心 我好可怜啊 我今天都会 被李敏德给整死了 啊 李敏德 你当着瞧 我是绝对不会向你认输的 你是谁 是我啦 殿下 怎么哪儿都有你啊 你还不快起来 你竟敢对本王无礼 没事吧 属下一时心急得罪了殿下 请殿下恕罪 起来吧 你们怎么会在这里啊 本王黄名在身 微服此早 就你们两个人 怎么 失位失散了 你要去哪儿呀 殿下 殿下 我代表大伯父去真定老家祭祖 我也要去 那你护送我吧 那怎么行呢 为什么不行 就我这么定了 我要请你的马 殿下 怎么 你要抗命 好 下官不敢 下官不敢 让开 你 干嘛 跪下 不然我怎么上马 你 少爷 来 跟上去 一定要确保少主的安全 是 你 少爷 我们到了 就这儿啊 就这儿 真马气的 累死了 恕下官 无法为殿下提供车轿 在尚书府 那车轿都是为女眷准备的 是吧 平安 是啊 少爷 你是在笑话本王吗 下官不敢呀 殿下如此的英明神武 下官哪能瞧不起殿下呀 平安 进去休息了啊 是 少爷 李敏德 你少得意 等着瞧 总有一天 你会再在本王手上 菜都凉了 少爷 看到了 快饿死了 我也饿呀 让他先吃吧 小人听说这里的酒不错 特意叫了一些 给殿下尝尝 殿下说这酒很烈 殿下可不好多饮 请 你笑什么 我笑了吗 我没笑啊 是吧 嗯 你没笑 对啊 你是笑我的酒量 你是笑我会喝醉 走开 喝啊 看你喝醉了 看你喝醉了 还笑得出来吗 倒酒 殿下 殿下 不要喝了 殿下 Ub们我会喝醉了 这开了 审计埃 有点儿行吗 那邮丰衡 难选吧 我也想起了 你想起来 好多와 选你 龌妹 又到哪儿了 堂堂正正的较量 谁输了 谁就是乌龟王八蛋 这是你说的啊 我说的 来 喝啊 现在喝啊 喝啊 来来来 本王今天一定要你输的 输的幸福可福 你瞧瞧你那个脸 跟猴子屁股似的 我告诉你啊 输的人肯定是你 你就是 乌龟王八蛋 你说什么 你 你 你竟敢 你干什么 竟敢骂本王 我 我 我要 死你 死你死罪 你不就是仗着 有皇子的身份吗 瞧瞧你 我怎么 我 仗着你娘娘腔 说话也 娘娘腔 你不要再纠缠着我了 你浑身上下 没有一点我看着是一眼 是 我杀了你 你打得过我吗你 打死你 你打啊 打 打啊 让你打 来来来 打啊 打我啊 该死李敏德 又轻薄我 你也吻你 你起来 起来呀 起来 起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 難不成 難不成他真是好難瘋 好 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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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晚沒發生什麼事吧 能有什麼事啊 對了 昨晚公子與李侍衛聘酒 奴婢本想阻止的 可是公子不讓進去 硬將奴婢攔在外面 奴婢什麼都做不了 我沒怪你 你放心吧 李侍衛啊 壓根以為我是男的 沒有什麼事 對了 回宮後 你要是敢多說一個噪 我就扒了你的舌頭 下官 恭應殿下 幹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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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手 怎麼回事 殿下 不是說和侍衛走散了嗎 所以我立馬就通知了 當地的官員來保護殿親 可是我們說好了 有你保護我的呀 殿下乃天之骄子 對 用不得半點差池 所以下官難以擔此重任了 下官先告辭了 告得 李敏德你回來 殿下 下官已經派人火速趕往平城 還請殿下隨下官回宮 什麼 那父皇豈不是什麼都知道了 李敏德都怪你 好 好 身手不錯嘛 怎麼 你很老嗎 我才應該生氣吧 都是因為你多事 將我交給官府 害我被父皇責罰 卑職做錯了什麼嗎 如果殿下是奉旨私訪 那麼怎麼會受到皇上的責罰 還是說殿下分明是 私自出宮遊玩 你早就知道對不對 你是故意的 卑職沒有殿下這麼清閒 也不想陪殿下玩遊戲 先行告辭了 為什麼躲著我 誰躲著你了 那怎麼一見我就走 給我小聲點 我知道了 你分明就是瞧不起我嘛 就是因為我的劍術不如你 奇術不如你 連身手也不如你 所以你瞧不起我 這 這給我小聲點 跟我來 幹嗎 我命令你 跟我走 快放手 放手 快放手 站在這兒 看好了 看到我手上剪沒 我日夜練 夜夜練 就是想向你證明 其實我一點也不弱 看清楚了 我一點也不弱 我一點也不弱 靠洪 剛才你叫我 斷子 我叫你 来 来 你是什么人啊 属下拜见少主 属下追寻少主多年 终于将少主找到 请少主跟属下回去 可汗正在等着少主 什么少主 什么可汗 你们肯定是认错人了 少主 我说的可汗 是我们柔然最伟大的 吐喝真可汗 而少主 就是我们最珍贵的王子 属下不会弄错的 有御敌为证 什么柔然 什么王子 简直不可理喻 少主 你要是再逼我的话 休怪我不客气啊 跟我回去吧 你为什么不还手啊 属下 才能与少主动手 我告诉你了 我不是你们的少主 你也不是我的手下 有御敌为证 属下不会弄错的 就这个呀 你喜欢 给你了 别跟着我 少主 他说的到底是真是假 这是我 宁得 敏德 敏德 娘 想什么呢 想得这么出神啊 没什么 只是一点所事 我的儿子长大了 也有自己的心事了 这说起来啊 你的年龄也不小了 娘是该给你寻一门亲事了 看我的儿子文武双全 长得又这么英俊不凡 娘一定给你寻个好媳妇 娘 我不去气 男大当婚的 你这是不是害羞了呀 难道 你已经有心仪的姑娘了 我 看来真的有喜欢的姑娘了 你说 她是谁家的姑娘 不管是谁 娘一定为你娶来 不可能 她不可能的 唯独她就是不可能的 少爷 少爷 刚才门口有人送来这只玉笛 我一看 这不是少爷自小 带在身边的那只吗 少爷 这玉笛什么时候丢的呀 多舍 出去 是 佳人将你送来的时候 就是这只玉笛 你紧紧地抓在手里 说起来也好笑啊 你说你那时候不过才两岁大 就好像知道似的 知道这个玉笛就是你的 紧紧地抓在手里 任何人都不肯给 娘 你还记不记得 送我来的人长什么样子 说了些什么 送你来的 是我远房的一个亲戚 她说她在大雪天 遇见了与家人失散的你 那时候她等了好久 也没有见人来许你 才将你交给了我 当时就是这只玉笛 就被你紧紧地抓在手里 我在想 这个玉笛 肯定跟你的父母有关 这只玉笛 敏德 如果您想知道自己的身世 娘可以帮你的 娘 我不想知道自己的身世 我只知道 您一直抚衍我长大 您一直关心我 教导我 我您做我娘 就已经足够了 就已经足够了 敏德 不管你想做什么 娘都一定会支持你 因为在娘的心里 你的幸福胜过一切 知道吗 谢谢娘 你说是只有我娘 官人 你明 If you know me 谁在捣乱 给我滚出来 戏弄他我 录不借过 皇兄 是我 你在这儿捣什么乱 皇兄不要生气嘛 我是跟你闹着玩的 要是被刘剑射到的话 可就不好玩了 听皇兄的话 赶快回去 你们个个都这样 都只会叫我回去 自己却在这儿骑马快活 就不公平 大不了皇兄答应你 向父皇提请的时候 也把你带上 跟皇兄说你想要什么 我什么都不想要 你还不出来 我其他人好听 三枪 你能否还 說 我 表情 healthcare 不 你该不会 还要跟去捣乱吧 虽然说殿下出手相助 但是接下来的事情 就不用殿下操心了 你不要傻了 你只是个侍卫 给我皇兄捣乱 只给我死路一条 多谢殿下关心 但是有些事情 我非做不可 本王命令你不准去 解军石头绝驴 站住 你不要再纠缠我了 我跟你不一样 我对男人没兴趣 你的意思 是我喜欢男人 这还用说吗 的确如此啊 没错呀 真不要脸 原来你一直以为 我对你别有用心 所以才一直躲着我 这你给我放开 放开 你不要再纠缠我了 听见没有 公子花容月貌 你干吗 本王清新已久 干吗 干吗 不如 公子就从了我吧 你别过来啊 要不然我对你不客气 你放心 我不是你想象中的那种人 不过 你今天不把话说清楚 休想离开这儿 我二姐安平县主 想在这次狩猎中赢得比赛 迎娶向皇上提醒的机会 所以说我要帮助她 你对你姐姐可真好啊 废话啊 那是我唯一的亲人 既然这样 那我帮你吧 你帮我 还是不要了吧 你跟我去个地方 干吗干吗 走啦 你别拉我手 走啦 放开我 你别眼下 这什么地方啊 怎么一个人都没有啊 南安王呢 殿下 我很忙 没事就别来找我 你等一下 听我说啊 你想帮你姐姐 不是只有给我皇兄捣乱 这一个办法 你帮你姐姐多打一些猎物 祝她突围圣处不就好了吗 这里啊 是我无意间发现的一个地方 或许吧 是路径偏僻 所以少有人来 这里临身一帽 肯定有不少猎物 说不定 还能理直白狐呢 白狐 对啊 真的呀 嗯 好啊 好啊 殿下 你没事吧 殿下 我没事 我没事 我看看 都流血了 都流血了 必须马上处理一下 还请殿下脱下衣服 我来帮你包扎一下 脱衣服 不不不不 我不能脱衣服 我不要脱衣服 你以为我想看呀 要不是我跟你在一块儿 你有个三长两短 我可担待不起 来 我来帮你检查一下 不 不 不 你受伤了 我要马上处理 都说了不要脱衣服了吗 你还脱 我 我哪知道你是个女的呀 你赶紧把衣服穿好吧 好多钱啊 我一定烧死了 来 来人呐 来人呐 醒醒啊 来 来人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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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ilot 来人呐 那个水 明明是公主 干吗撞成皇子啊 有那么好玩吗 真懂 放开我 少爷 您终于醒了 可把小的吓死了 少爷 你别动 伤口才刚刚好 平安 你没事 我没事 这次幸好我们福大命大 被刚才那个人救起 不过刚才那个人好奇怪 他竟然一句话都没有 平安 我觉得我们这次遇刺的事情 非常的蹊跷 我怀疑 家里面马上就要出大事了 不行 我们得赶紧回去 去给我把衣服拿来 好 二少爷回来了 二少爷 二少爷 府里发生什么事了 是 是三夫人过世了 少爷节哀 你说什么了 二少爷 而是 二少爷 二少爷 你还嘱咀 幸迹 实在身边 是 intentar 我也乱 Magnus勇 或是 娘 娘 娘 儿子回来了 您怎么不等儿子回来 就先走了呢 儿子不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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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敏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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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都以为你出事了 你要是早一点回来呀 也就能见到你父亲了 儿子不孝 快 快把二少爷扶起来 儿子不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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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儿子不孝 儿子不孝 你走吧 老夫人 儿子不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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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怪就怪我吧 是我父你所托 没有照顾好三少 你振作一点 你现在这个样子 三少爷会走得不安心呢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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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有这么多的人 居然杀不了一个李敏德 如今李敏德活着回来 她要是知道三夫人的死 和夫人有关 只怕会想尽办法对付夫人 到时候 李未央又多了一个帮手 就算他们联合起来又怎么样 我有整个赤元家作为后盾 一个小小的县主怕什么 他们毁了我一双儿女 我绝对不会放过他们的 少爷 别再喝了 滚 少爷 你不能再喝了 你 你给我滚 滚 少爷 殿下您快劝劝我家少爷吧 殿下 别喝了 李敏德 我知道你很难过 可是你也不能这样做见你自己啊 你娘要是知道的话 她会很心疼的 我娘已经不在了 没有人关心我了 还有我 我也会心疼的 我是说 在这个世界上 不光是你娘关心你 还有我 还有你二姐卫央 还有李家上上下下 很多人都关心你 他们不想看到你这个样子 放棄管我 我叫你喝 走开 少爷 来 魏央 你快拦住她 别让她再喝了 来人呢 在 在 把她抓起来 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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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开我 来 来 李敏德 二弟九可醒 为什么让我庆幸 为什么不让我喝了 你难道不知道 我只有喝醉了才能好受一点吗 你 你是何受 可你想过三婶吗 三婶在九泉之下 她会怎么想 二弟你应该明白 三婶她一定不会希望 看到这么一个整天醉醺醺 无所事事自暴自弃的敏德 我娘都不在了 三婶她希望你有出息 并不是为了她 而是为了你自己 她希望你 是一个顶天立地的好男儿 风风光光地在这个世界上活着 对啊 李敏德 你一定要振作才是啊 振作 振作能有什么用呢 到头来 我连我的亲人都保护不了 我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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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敏德 李敏德 没用 既然你这么想 那你就干脆自裁 一了百了 总比被那些人看不起也好 李敏德 你在干什么 殿下 请不要干预臣女的家事 可是 二小姐 问问不可啊 你别急 我们小姐自有分寸的 你要是真的难受 就哭出来了 不要忍 来 什么 李敏德让我嫁给他的傅寒 怎么了 我不嫁 我不嫁 你 已经半年了 李敏德 你怎么还不回来啊 李敏德 你到底在哪儿啊 你不能走 如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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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岂有资历 来人 给我拿下 就是 过来 上来 快 motivational 放开 放开 给我挡嘴 慢着 让开 小妹妹 没事吧 别害怕 小孩子不懂事 教统领别介意 孩童尚且对我柔然 如此不敬 可见 伟人根本没有把我 柔然放在眼里 属下今天一定要 给他们颜色看看 但是他们为人知道 对我柔然不敬的后果 我们来大魏是办正事的 这种小事 不要放在心上 放了他吧 娘 谢谢王子 真好 驾 参见陛下 参见陛下 使臣免礼 使臣 总的 说心 不是 这种那种 说 这种 订阅 这种 你说 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她 她是 柔然王派遣使臣之前 就已修书一封 名言你府中三方养子 就是柔然王土和珍 失散多年的王子 李尚书 李家先收养柔然王子 后任北梁公主为女 你让朕怎么说你才好 陛下恕罪 臣实在不知 臣也是被人蒙蔽 请陛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给我 阮本 贴 这些人都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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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也应该有所回应 是臣此言何意呀 臣恳请陛下 将大魏的公主 嫁给柔然的可汗 两帮结成因亲之好 永不背弃 你说什么 放肆这种手掌太过分了 请咱口出国家 陛下与刘宋在南方战事不断 相信陛下不愿看到北方 再起事端 若陛下能将大魏公主嫁到柔然 必能换来两帮永久的和平 请陛下恩准 元烈王子更安乐公主 一路上辛苦了 先稍作歇息 至于护士跟和亲之事 荣厚在意吧 是 陛下 是 陛下 你 你竟然敢不经过我同意 擅自求取大魏公主 谁给你这么大胆子 属下是柔然使者 自然要为我柔然 谋取利益 这么做和情和理 这么大的事情 你竟然不跟我商量 你还把我这个王子放在眼里吗 属下 深知王子跟大魏情意深厚 唯恐王子有所顾忌 所以属下自作主张 还请王子见谅 你 不过 属下这么做 完全是为了我柔然好 为人并不吃亏 她们只需嫁给我柔然一个公主 便可保她北方边境安定 你可以要牛要羊 可以要珠宝 但是为什么一定要她们的公主 我柔然也嫁给她们一个公主 她们为人 为什么不能嫁给我柔然一个公主呢 王子你是怎么了 难道 舍不得那个大魏公主 什么 李敏德让我嫁给她的傅寒 怎么了 我不嫁 我不嫁 敌儿 你 我不要嫁给什么可汗 他又老又丑 我才不要嫁给他呢 敌儿 你胡闹 你刚才还答应朕的 可是你刚刚也没有说 是一个老头子呀 父皇 我可是你的敌儿啊 你怎么忍心把我嫁给 一个快要死的人呢 和亲对大局有利 皇家的儿女也以天下为重 什么天下 我才不要滚什么天下呢 我谁都不嫁 我又不是玩物 不是父皇想送给谁 就送给谁的 霓儿 朕已经决定了 嫁与不嫁 由不得你 公主 站住 我叫你站住 你不要以为我不敢杀了你 我愧对公主 我愧对公主 公主要杀我 我绝不夺审 李敏德 往我日等夜等 等你回来 你一回来 就是让我嫁给你富海 李敏德 我看错你了 我从未想过要你下嫁柔然 请再给我一点时间 我一定能想到办法 你不要再骗我了 我看透你了 我对天发誓 我绝对不会让公主去和亲 我凭什么相信你 如果我不能阻止公主去和亲 我就不得好死 王子 王子 可寒来信通知 我柔然铁骑 已经兵临大魏的边境 现在 就差六阵兵被图了 王子还在等什么呀 六阵一破 大魏的屏障就会消失 到时候又是生灵涂炭 不仅死的是魏人 还有我们柔然人 这点牺牲和我柔然 即将得到的利益相比 那又算得了什么呀 只要拿到六阵兵被图 我柔然大军便可夺下 黄河以北的土地 到时候 我柔然便和刘宋 隔河而至 我已经跟高阳王 在商定忽视之事 此举对双方百姓 都是大有益处的 我们为何不可以 化干戈为玉帛呢 自古远交进攻 大魏和我柔然 一直以来都是敌对的 王子 不要再犹豫了 不行 危害百姓的事情 我坚决不做 王子 住嘴 王子若不答应 李卫阳 恐怕性命难保 你敢动卫阳试试 为了柔然 没有属下不敢的事情 你 王子 没有时间了 今晚南安王府的宴会 就是最好的机会 据属下安排在大魏的探子 传来的消息 六阵兵卫图 极有可能放在军机所 而军机所的钥匙 就在南安王府中 王子若想保住李卫阳 就必须下定决心 而今晚 就是最好的时机 殿下用兵如神 微臣敬佩之急啊 今晚原炼王子和使臣大人 能够光临庇抚 本王荣幸之志 多谢殿下 多谢殿下 我和王子也算故人 王子就别拘束了 殿下 刘太夫有请 本王失陪 各位请自便 殿下 请 来来来 王子请 来来来 客气了 好 好 是呀 是呀 树下已查明 军机处的钥匙 藏在王府书房的暗格里 王府里面戒备森隐 我该如何找到书房 为柔然尽忠 不计手段 王子若要进入内院 可以从尚顶公主这里想办法 我不想卷入其他人 李维央的命 就掌握在王子的手中 令敏德 敏德 允令你在这儿 让我好找 你们在说什么呢 我们在聊 有关护士协议的一些事情 这段时间 你一定很辛苦 你憔悴了好多 王子若要进入内院 可以从尚顶公主这里想办法 李维央的命 就掌握在王子的手中 我们进去吧 明明德 你怎么了 我的头 我的头不知道为什么 突然间好疼 也许是 这两天没有休息好 那怎么办 不如 不如我叫人先送你回去吧 宴会中途离席 怕事不妥 我只要找一个地方 休息一下就好 你跟我来 来 李敏德 你坚持一下 坚持 坚持 怎么样 没有发烧啊 我没事 没事 你帮我去倒杯水吧 嗯 胡大人 是南安王最近这段时间 你平平立功 还深得皇上席 大人 可不是 我们一步 可要与他多多攒动 来来来 喝酒 好酒 好酒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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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残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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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岸一 sol 好酒啊 超酒啊 好酒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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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 公主 再坚持一下 马上就到了 王子 公主 你们 宫里面出事了 公主她为了救我 她受伤了 宫里面出什么事了 小姐跟承德呢 他们一定是被拖拔鱼 给控制住了 公主伤得很重 快找大夫啊 好 敌儿 敌儿 你怎么样 敌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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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了 撑住啊 大夫马上就来了 我没事 我真的没事 你看 我还能笑呢 傻瓜 我告诉你 你一定会好起来的 如果你死了 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原谅你的 敏德 如果我死了 你就娶别的女人吧 这是 这是你送给我的手桌 以前 看到你把未央的发柴 还带在身上 我就好羡慕 你可以把我的手桌也带在身上吗 不 我要你带着 我要你天天都带着 你 你 真的吗 你 你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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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得留下我一个人 我不会娶别人 我这一辈子 只有一个妻子 就是你 你能再亲我一次吗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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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醒 爹 爹 爹儿 爹儿 大夫 大夫 王子 素心 怎么了 公主 公主她 公主她怎么了 公主 都不会让你 爹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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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醒啊 爹儿 爹儿 你醒醒啊 你不是说过 让我娶你的吗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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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敏德 上官 你醒了 这真的醒了 你说过等我好了 不娶我 我好不容易等到这一天 我舍不得死 难道你是在骗我吗 我 我没骗你 我没骗你 我答应你 我会娶你 我会让你成为我的妻子 猿猎的妻子 我还能让我回答你 你八公 你怎么记那么清楚 难道 一百如一 一百如一